柔福原任大臣奥斯曼今早向柔福苏丹伊布拉辛称辞,并称柔福苏丹伊布拉辛为新大臣设下重组行政议会的条件。 此外,奥斯曼坚称目前还是柔州大臣,并且将在今天傍晚6点30分再觐见柔福苏丹伊布拉辛的面子书专页 在今早10点左右,发布贴文和照片透露今早已在巴西柏兰伊帕西尔佩兰王宫接见奥斯曼,贴文透露,奥斯曼向苏丹禀告辞职的情况,与奥斯曼随行的有柔州秘书阿兹米·阿苏米·罗尼,奥斯曼之后在柔福团结党总部召开记者会时说, 早上9点30分进见柔福苏丹,而阿兹米和苏丹的基要秘书也在场,跟苏丹谈了很长时间。 苏丹问了我很多问题,身为人民,我坦白地讲述了政治动荡的来龙去脉和我辞职的原因。 此外,他说,一把辞职信递交给柔福苏丹,但苏丹没有看,而将之当成纪念品收下。 长谈后,我于早上10点30分成交辞职信给苏丹,他收下但没看信件的内容。 苏丹说,没关系,我将之当成纪念品。 循集苏丹是否接受成此。 奥斯曼表示,苏丹表明会为新大臣设下几个条件。 若条件获得接受,新大臣和政府就会出炉,而且可能会大幅度重组行政议会的阵容。 至于其他条件,他相信,主要是重组行政议会。 暂未看到还会有什么条件,循集为何苏丹要求重组行政议会。 奥斯曼称,需向苏丹了解,谈及辞职原因。 他笑说,所有人均已晓得,没必要再详述细节。至于是自愿或被逼辞职。 他自称是自愿辞职,不是被逼,我自愿辞职。 不,是被逼,我已下定决心辞职。 此外,奥斯曼说,苏丹要求其今天傍晚6点30分在返王宫, 并称暂不晓得届时要讨论的内容,为此课题暂时还未解决。 他也解释,新大臣人选并非由柔福西蒙主席所决定。 由于西蒙中央同意由团结党填补该职, 所以会由团结党主席慕尤丁和总裁马哈迪去签订人选。 循迹假设苏丹不接受人选。 他说,在静观其变,毕竟自己无法读取苏丹的想法。 无论如何,他表明必须遵守党的决定。 奥斯曼说,目前还是柔州大臣,也是甘巴士肯帕斯州议员,且是柔福团结党籍柔福西蒙的主席。 根据首相和党主席慕尤丁,他们没讨论到党职,而仍允许我担任有关职位。 若没接到信件要求我辞去有关职位,我就会继续担任。 接下来,他会专注于服务甘巴士的选民和团结党,假设党仍需要他的话。 此外,他被寻及时表示,暂未思考是否愿意受委为行政议员的问题。 马哈迪在本月9日宣布,柔州大臣奥斯曼8日向其辞职。 此事引发马哈迪与柔州王室隔空交锋,争论苏丹是否有权挑选大臣人选。 苏丹伊布拉西先是声名不容外人干预柔州事务,而马哈迪则回呛马来西亚不是绝对君主制。 马哈迪随后进一步阐明,若君主专政,人民将成受害者。 西蒙政府今年3月4日正式签署联合国罗马规约,为柔福王室随后公开批评此举违反联邦宪法,威胁马来统治者地位。 马哈迪随后宣布撤回签署罗马规约,并指称有人挑拨王室反政府。 柔州秘书阿兹米宣布,柔福苏丹伊布拉西已经接纳奥斯曼辞去中午大臣职,而新任中午大臣将在明早于武吉士林王宫宣誓旧职。 巴兹米阿苏米罗尼今天发表文告透露,奥斯曼在今早前往巴西百兰伊帕西尔佩兰王宫觐见柔福苏丹,而苏丹在早上10点决定接纳奥斯曼的成辞, 尊奥陛陛下的预令,为了委任新的中午大臣,移交委任书和宣布新任大臣仪式将会在2019年4月14日星期天早上9点于武吉士林王宫。 斯塔纳布基特塞雷纳的进建厅举行,柔福苏丹伊布拉西的面子书专页在今早10点左右,发布贴文和照片透露今早已在巴西百兰伊王宫接见奥斯曼,贴文透露,奥斯曼向苏丹禀告辞职的情况, 贴于奥斯曼随行的有柔州秘书阿兹敏。奥斯曼之后在柔福团结党总部召开记者会时说, 柔福苏丹伊布拉西为新大臣设下重组行政议会的条件,奥斯曼坚称目前还是柔州大臣,并且将在今天傍晚6点30分再进建柔福苏丹。 此外,他说,已把辞职信帝交给柔福苏丹,但苏丹没有看,而将之当成纪念品收下。 长谈后,我于早上10点30分成交辞职信给苏丹,他收下但没看信件的内容,苏丹说,没关系,我将之当成纪念品。 奥斯曼表示,苏丹表明会为新大臣设下几个条件,若条件获得接受,新大臣和政府就会出炉,而且可能会大幅重组行政议会的阵容。 苏丹为何苏丹要求重组行政议会,奥斯曼称,需向苏丹了解。 他也解释,新大臣人选并非由柔福西蒙主席所决定。 由于西蒙中央同意由团结党填补该职,所以会由团结党主席穆尤丁和总裁马哈迪去签订人选。 柔福原任大臣奥斯曼今早向柔福苏丹伊布拉辛称此,并称柔福苏丹伊布拉辛为新大臣设下重组行政议会的条件。 此外,奥斯曼坚称目前还是柔桌大臣,并且将在今天傍晚6点30分再觐见柔福苏丹。 柔福苏丹伊布拉辛的面子书专业在今早10点左右,发布贴文和照片透露今早已在巴西百兰伊帕西尔佩兰王宫接见奥斯曼。 贴文透露,奥斯曼向苏丹禀告辞职的情况,与奥斯曼随行的有柔州秘书阿兹米·阿苏米·罗尼。 奥斯曼之后在柔福团结党总部召开记者会时说,早上9点30分觐见柔福苏丹。 而阿兹米和苏丹的基要秘书也在场,跟苏丹谈了很长时间,苏丹问了我很多问题,身为人民,我坦白地讲述了政治动荡的来龙去脉和我辞职的原因。 此外,他说,一把辞职信递交给柔福苏丹,但苏丹没有看,而将之当成纪念品收下。 长谈后,我于早上10点30分成交辞职信给苏丹,他收下但没看信件的内容。 苏丹说,没关系,我将之当成纪念品。 循迹苏丹是否接受成此?奥斯曼表示,苏丹表明会为新大臣设下几个条件,若条件获得接受,新大臣和政府就会出炉,而且可能会大幅度重组行政议会的阵容。 至于其他条件,他相信,主要是重组行政议会,暂未看到还会有什么条件,循迹为何苏丹要求重组行政议会。 奥斯曼称,需向苏丹了解,谈及辞职原因,他笑说,所有人均已晓得,没必要再详述细节,至于是自愿或被逼辞职。 他自称是自愿辞职,不是被逼,我自愿辞职,不是被逼,我已下定决心辞职。 此外,奥斯曼说,苏丹要求其今天傍晚6点30分在返王宫,并称赞不晓得届时要讨论的内容,为此课题暂时还未解决。 他也解释,新大臣人选并非由柔福西蒙主席所决定,由于西蒙中央同意由团结党填补该职,所以会由团结党主席穆尤丁和总裁马哈迪去签订人选。 循集假设苏丹不接受人选,他说,在静观其变,毕竟自己无法读取苏丹的想法,无论如何,他表明必须遵守党的决定。 奥斯曼说,目前还是柔州大臣,也是甘巴士肯帕斯州议员,且是柔福团结党籍柔福西蒙的主席。 根据首相和党主席穆尤丁,他们没讨论到党职,而仍允许我担任有关职位。 若没接到信件要求我辞去有关职位,我就会继续担任。 接下来,他会专注于服务甘巴士的选民和团结党,假设党仍需要他的话。 此外,他被寻及时表示,暂未思考是否愿意受委为行政议员的问题。 马哈迪在本月9日宣布,柔州大臣奥斯曼8日向其辞职。 此事引发马哈迪与柔州王室隔空交锋,争论苏丹是否有权挑选大臣人选。 苏丹伊布拉西先是声名不容外人干预柔州事务,而马哈迪则回呛马来西亚不是绝对君主制。 马哈迪随后进一步阐明,若君主专政,人民将承受害者。 西蒙政府今年3月4日正式签署联合国罗马规约,为柔福王室随后公开批评此举违反联邦宪法,威胁马来统治者地位。 马哈迪随后宣布撤回签署罗马规约,并指称有人挑拨王室反政府。 柔州秘书阿兹米宣布,柔福苏丹伊布拉西已经接纳奥斯曼辞去中午大臣职,而新任中午大臣将在明早于武吉士林王宫宣誓就职。 阿兹米阿苏米罗尼今天发表文告透露,奥斯曼在今早前往巴西百兰伊帕西尔佩兰王宫觐见柔福苏丹,而苏丹在早上10点决定接纳奥斯曼的承词, 孙奉陛下的预令,为了委任新的中午大臣,移交委任书和宣布新任大臣仪式将会在2019年4月14日星期天早上9点于武吉士林王宫。 斯塔纳布基特塞雷纳的禁建厅举行,柔福苏丹伊布拉西的面子书专页在今早10点左右, 发布贴文和照片透露今早已在巴西百兰伊王宫接见奥斯曼,贴文透露, 奥斯曼向苏丹禀告辞职的情况,会与奥斯曼随行的有柔州秘书阿兹米。 奥斯曼之后在柔福团结党总部召开记者会时说, 柔福苏丹伊布拉西为新大臣设下重组行政议会的条件, 奥斯曼坚称目前还是柔州大臣,并且将在今天傍晚6点30分再禁建柔福苏丹。 此外,他说,已把辞职信帝交给柔福苏丹, 但苏丹没有看,而将之当成纪念品收下。 长谈后,我于早上10点30分成交辞职信给苏丹, 他收下但没看信件的内容。 苏丹说,没关系,我将之当成纪念品。 奥斯曼表示,苏丹表明会为新大臣设下几个条件。 若条件获得接受,新大臣和政府就会出炉, 而且可能会大幅重组行政议会的阵容。 群集为何苏丹要求重组行政议会? 奥斯曼称,须向苏丹了解。 他也解释,新大臣人选并非由柔福西蒙主席所决定。 由于西蒙中央同意由团结党填补该职, 所以会由团结党主席慕尤丁和总裁马哈迪去签订人选。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